大家好,我是陳漢祖博士 是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研究學者 平日最喜歡探討一些信仰的話題 在第一輯的信仰模添加 就按著聖經的教導 和大家探討一些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 第二輯就會從信仰的基本教導著手 例如基督徒為何要讀經、討告 如何為之信主得救 再次和大家back to the bible 對信仰有一個正確和清晰的觀念 為何人要信耶穌呢? 信耶穌有何好處? 我不信耶穌? 不是一樣有聖誕節、復活節的家房嗎? 其實信耶穌對我們人生是有很大的祝福的 聖經告訴我們 一個信耶穌的人 就能成為神的兒女 和我們的天父建立一個關係 而且聖經告訴我們 凡是信耶穌的人 就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甚麼是永生? 永生就是神要將永恆的生命賜給我們 將來我們能夠上天堂 永遠跟神在一起 其實這個世界 是否只有信耶穌的人上天堂 我覺得這樣很不公平 好像我這些人 每天做好事 每次賣旗都捐10元的人 都不能上天堂? 是的,很多人都會說 做好事就應該上天堂 但問題是 好事不能夠解決我們罪的問題 當一個人有罪的時候 他就無法上天堂 這是聖經很清楚的教導 一個醫生 可能他一生人救過幾千人 如果他一天發脾氣 殺了一個人 法律一樣會判他坐牢 無論他一生人救過幾千人 如果他殺了一個人 他一樣要坐牢 同樣的,我們做過很多好事 但我們的好事 解決不了我們罪的問題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 人是不能夠憑著行為得救的 我們要得救 是一定要解決罪的問題 你說人人都有罪? 我連紅綠燈都不充 過馬路站燈都不過 我不覺得我有罪 打架結射就有罪 其實聖經所說的罪 究竟是甚麼意思? 當然殺人放火當然是罪 但如果我們沒有做 應該做的,其實都是罪 而且聖經所說的罪 不僅僅是行為 也包括了我們的思想、意念 你想一些不應該想的事 其實都是罪 所以在上帝的心目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羅馬書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現在的罪人最重要的是甚麼? 就是認罪悔改 就是首先承認我們自己 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我們是有過犯的 是有過錯的 然後悔改的意思 就是我們的生命 有一個180度的轉變 我們以前走一條路 是不認識有上帝的 不承認上帝的 現在悔改 轉了方向 承認上帝的存在 原意歸向他 這就是認罪悔改的意思 阿媽教諾 信耶穌 我不如信自己 我又沒有見過耶穌 我不覺得他為我做了甚麼 因為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為我們死了 承擔了我們的罪 罪的問題是我們自己解決不了的 就像一個負資產的人 他欠了銀行幾千萬 他是沒辦法還這筆錢的 但如果一個億萬的富翁 來到銀行說 會和這個負資產聯合戶口 他欠的所有債 算在這個億萬富翁的身上 這個債就能夠解決了 而且這個億萬富翁 和這個富資產 願意分享他的財產 他的生命 這就是主耶穌在十字架上面 為我們所做的事 我聽人說 做了基督徒之後 很多事不能做 這個不能做 那個不能做 連看女生也不能做 那我就不能偷望Mary 有些人說 信了耶穌之後 就沒有自由 其實聖經說得很清楚 真理令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 有些人有煙韌 他們不能戒煙 他們怕信了耶穌之後 就不可以吃煙 沒有自由 但其實他們心裡也很明白 吃煙對他的身體是不好的 只不過他不能戒煙 他是沒有自由的 但信了耶穌之後 他反而有能力戒煙 他知道不好的事 他可以不做 那些才是真正的自由 既然你說到信耶穌這麼好 那我如果說我自己信耶穌 那又過回自己以前的生活 做回以前做的事 那我就可以偷望Mary 那當然不是做甚麼都可以 一個基督徒如果偷了東西 煩了法 一樣是要坐牢的 我們仍然是受法律的管制 而且我們一生所做的事情 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接受耶穌 不是只拿一個門票上天堂 接受耶穌 是邀請耶穌 成為我們生命的主 我們一生是要向耶穌交代的 我是讀教會學校的 偶爾還會跟Mary回教會 教會不夠錢 我還會捐錢幫幫忙 這樣的背景 還不是一個基督徒 是不是讀過教會學校 上過教會參加過主日學 就是基督徒呢 其實不是的 聖經告訴我們很清楚 一個人怎樣成為基督徒呢 是要心裡相信 口裡承認 心裡相信什麼呢 就是主耶穌 為我們的罪 釘了十字架 死了第三日復活 你心裡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你口裡願意做一個 討告接受耶穌 這樣才會成為一位 真正的基督徒 聖經說 除他意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人間 沒有似下別的命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只有信耶穌 我們才可以得救 因為耶穌 為我們釘了十字架 祂為我們死了 承擔了我們的罪 祂也在死裡復活了 證實祂是生命的主 祂可以賜給我們永生 永恆的生命 耶穌曾經說過 祂說 我來了 只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怎樣才有一個豐盛的生命 首先要解決我們罪的問題 我們不會再被罪困綁 我們有真理 有自由 我們知道不對的事 我們可以有自由 不去做 我們知道對的事 我們有自由 有能力去做 這才是豐盛的生命 而且一個信耶穌的人 不再害怕死亡 因為已經超越了死亡 這才是永生的盼望 在耶穌中 我們便有豐盛的生命 羅馬書第十章第九節 告訴我們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 心裡信神 叫祂從死裡復活 就必得救 如果今天你都想成為一位基督徒 得著永生 請你跟著我做以下的討告 如果你做了以上的討告 恭喜你 你已經是一位基督徒 已經得著永生 成為神的兒女 神必定將更大的平安和福氣 賣給你